马上来关心的是食品安全再度亮起了红灯 食用油再度爆发了混餐劣质油品的风暴 而且这一回甚至是被掺入了馊水油 今天晚间8点台北市卫生局举行了紧急记者会宣布 卫旋公司在下午的时候主动通报旗下12款商品 添加了问题油品 全统香猪油 其中包括了卫旋的猪肉酥 真味肉酱 还有瓜子肉等等产品都在名单之列 包括目前的销售通路有 家乐福 大润发 爱买和全联都已经宣布下架 而家乐福也宣布消费者可以凭发票和产品办理退货 放上味全肉酱 口味中的人可以放多一点 轻松好料理的肉酱或是瓜子肉 猪肉酥 这些都是一般民众相当熟悉的味全商品 现在却爆出有12项味全产品都使用了全统香猪油 下午也接获了味全公司主动通报 他在今年的4月份开始使用了全统的香猪油 他用了15.6吨制成了魏小宝纯肉酥等12款的产品 他的通路包括超市 卖场 农会等等 因为威全公司已经主动回收这样的一个产品 卫生局后续也会派员做持续的监督 跟所有的下架的一个作业 魏全在晚间发出声明 使用全统香猪油的问题产品 包括魏小宝纯猪肉酥 魏小宝海苔猪肉酥 魏全猪肉酥 魏全海苔猪肉酥 魏小宝极品上屯纯肉酥 魏小宝极品上屯纯肉酥海苔口味 魏小宝征选纯肉松礼盒 魏全辣味肉酱 魏全蒸味肉酱 魏全瓜子肉 而实际走访大卖场 这些问题产品已经全都下架 或加上空荡荡 但有多少搜水油制成的食品 进到了消费者的肚子里 目前还无法估算 消费者如果手上还有魏全这样的一个产品 后续可以直接跟所有的销售通路 或是魏全的据点 可以进行相关产品的推换或服务 摊商的部分我们今天晚上 也已经去查了所有四邻夜市 有使用油品的摊商 查了32家的业者 所有的业者都没有使用全统 或者是强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油品 卫生局也要继续着手机查其他业势 更要食品业者主动检视自己产品 如果知情不报还加以制造贩卖 将可储最高300万罚还 有电TV王家宏 朱祺鱼台北报道